哈喽大家好,我是季晓南,一名九年后的创业者 很多粉丝都特别关注我这个养殖长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我现在这个地方占地面积是一千多平 这个占地是在山顶上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占地,那占地叫比起北平 我们这个占地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建设 去年大家也知道去年的这个身处的这个占位呢 是标的非常高,特别是小猪 我们那时候进来买购进来全是那小猪 小猪那时候已经达到了八十一斤 那时候买的去年直接进一下子就进了一百多斗 所以这个费用特别大 到现在,从去年到现在我们整个场地的投入呢 已经挖了将近八十W 卖出去了一批猪 就在去年年底快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卖出了一批猪,那时候卖出了五十多斗 也更为了一些 然后到今年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卖出去 现在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这个租债已经跌到这个白债的价格 然后我们今年一直用这个 我们养殖的这方式跟脸是不同 我们是用这个草拿来扎工,然后放上味的 所以我们不是为内饲料跟人家养殖的方法是不同 所以我们这株呢,长得比较慢 我们现在有一批肥猪将近十二个月 所以这个时间周期是特别的长的 我们要求是最小是三百天,三百天出来 然后这一批猪呢,已经招了很长的时间了 特别是今年很多很多人都投入了这个养殖 其实亏的也是特别多 因为今年的这个饰料 还有这个玉米这一块呢 价格还是特别的高 所以这一块对这两只来做的话 都是真的是成本费用大 那么你根本是挣不到什么钱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要跟别人不同 我们做的就是用这个草拿来喂猪 我们用这个草的话成本很低 像我们养一百多投出一个月 如果你是用四六百位的话 一个月最少是三到五万的这个费用 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月一万到一万 所以我们这费用呢是控制上来 但是我们这出的周期当然比别人的时间长 因为现在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只有你做的跟别人不同 那么你才有更好的这个记忆 OK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的 喜欢我的朋友,关注我们下期间见 拜拜